我叫李湘珍 我今年70岁了 她和一群住在达州的婆婆妈妈们 为了做志工 忍受十小时的车程 长途奔波 在成都 共食 共住 慈祭人都叫她们达州婆婆 四月她在整理田地时 摔下了河谷 告别的人士 向年72岁 其实真的是很不少 从08年到现在 认识了朋友12年 消息来得突然 法亲们悲痛不已 寻着她过往走过的路 来到了她的老家 送她最后一程 住所简单 生活清贫 人生确实 温馨又丰富 自己生活总是过得 既简单又结业 但对做好事 帮助人却毫不吝啬 线上追思会 四川法亲们回忆过往 岁月点滴 哽咽难舍 有更多的人叫她乡村妈妈 妈妈总是安安静静 带着微笑 关心每个回家的人 达州婆婆们往成都 同行的路上 如今少了一人 但她给予的温暖 长半左右 盼着来生能再续远 我在四季里面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怎么做人 怎么做事 社会上这些享受 吃喝玩乐 跳舞我不习惯 我做不了大事 我可以做点小事 大爱新闻张勇 叶品四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